早上去摘了 超多豆子了 然後 為了 快速的吃多一點 所以煮了 一鍋豆子飯 豆子飯 然後好像 看不到一粒米飯 因為米飯在最下面 用燙青菜的方式 把豆子燙熟以後加上沙拉 為了不浪費食物 所以趕快把豆子放在肚子裡面比較安全 今天晚餐煮了 打瓦崩 又是 打瓦 然後 咦 有啦 有看到米啦 今天 嗯 有看到一點米了 我要先 盛一點豆子起來吃 就是只吃這個豆子 超香的 大喬 豆子鹹飯 有吃過嗎 很簡單 就是蒜頭炒黑皮 直接放在 這個鍋子 米 跟煮饭一样 比例看要怎么调 最后加上肠阿酥 就是红葱 红葱酥就可以了 就整个超香的 因为我要吃淀粉少一点 于是我就挑上面的豆子吃 这个姜饭要这样煮好之后 把它拌一拌 我吃饭煮的比较少 豆子多 这样淀粉就少了 也可以豆子吃完不浪费 因为豆子好多 好了 好吃的豆子饭 豆子必须踩了好几个脸盆 换一种方式煮 一样很好吃 跟豆子饭的材料一样的 煮粥的方式就是水多加一点 回来吃超多豆子的 刚刚又去采了一个脸盆 这个是八月豆 然后这个是两高啊 嗯我的 嗯 有点长拍不下去了 这个是有点老啦 不老的话是这样子 比较瘦一点 但是还是很长 实现吃豆子自由